所以光要出版一个东西 没多久它可以改版 甚至又要重新学习 所以我一直处于重新学习的状态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你看偶尔会卡一下 那也不是说我要这样 只是说因为有些东西 它又不太一样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马上能够去 把那个问题解决的方法找出来 那当然可能经验比会多一点点 不过不见得说我什么东西 都完全都知道 只是说我摸这个的时间 绝对比各位多很多 因为我要把那种全部的东西都搞懂 但我要先已经把它从头到尾看过 每一个都点进去了解一下 最后帮各位打包一个比较简单的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说 除非你时间比较多 你可以进来这边看 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 你就把什么呢 这个 我把它改成那个清单好了 把这个 有没有 141 这个应该也没多久以前 大概差不多两三礼拜前打包的 也不会太久 应该到 我们学期末应该都可以用 以后如果说觉得太久了 没关系 你再自己再去打包 再去做升级 那下载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低叠 我建议是放低叠 解出来就是Android Studio IDE的141 那里面的话会有两个目录 一个是SDK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 Android Studio的执行的画面 那我建议你把它两个分开来看 SDK归SDK 然后Android Studio IDE归IDE 为什么 因为它 IDE只是一个编辑的画面 那它背后呢 至于你要开发哪一种版本的Android 都是有Android 就是SDK来决定的 所以 在那个SDK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版本 但是千万不要全部都下载 因为 如果你全部都下载的话 它的那个大小 像我们现在 我大概只有装个两 一个两个版本而已吧 它就大概要几G啊 1.5G了 才装 一个还是两个版本 但它总共有20几个版本 所以如果你20几个版本 全部都给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想你电脑应该很快就会 告诉你说你的空间夸用完了 那可是问题应该挑哪一个呢 它最旧的大概1.5 1.6 最新的到5.0 6.0都出来了 可是我建议各位 上礼拜讲过 不要挑最旧的 当然也不要挑最新的 因为很多东西太新的 你反而没办法run 因为有些装置可能还没跟上 所以我建议大概差不多 用那个 我觉得啦 太新的有时候 你电脑也跑不动 所以大概比较中间 中央一点的 大概